而且自律盛典的活动 那么在迈向下一个十年 这次我们移师到台北来 待会有很多的讯息要跟大家报告 例如在我们今年第十一回的台北春朗音乐节 特别常调摇滚的精神 两岸有许多的音乐团体 他们都是摇滚精神活跃在舞台上 有很多老将 像是待会会登场乱门阿翔 或者是阿乐 这个已经是金曲级的 还有就是嘻哈摇滚的NBC哈动 还有来自大陆 许多的优秀团体都会出现在我们春浪舞台上 除此之外呢 春浪这个品牌除了照顾已经成名的 或者是优秀的新一代的音乐人之外 同时也举办春浪大赏 这个地球春浪大赏转眼已经第三届了 来自世间对你喜欢音乐的朋友 不但是在这个大舞台上表演 比如说冠亚军就可以上大舞台来表演 还有交通补助 我想这些是许多的音乐比赛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还有住宿的补助 在各方面呢 我们都做到非常完美的规划 那么地球春浪大赏今年 当然也会如期的取代 O代表的就是One 5152 OPPO跟春浪合作呢 要打造5152的音乐节 好玩好听 而且超科技 再来到P了 P代表的就是Pure了 我们刚刚一直强调 我们是一个很单纯的音乐节 很Pure的来感受音乐的魅力 跟OPPO一起 而且要创造垃圾不落地 大家一起爱地球爱台湾 接下来第二个P代表的是FOTO 大家看到我们手上拿的OPPO 这是超强的拍照功能手机 怎么拍都好看 继续请我们的Girls给我们展示一下 是的OPPO这个品牌 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那么在此我们要继续的 跟大家宣导垃圾不落地 大家来玩听歌的同时 一定要照顾好我们自己的环境 好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来延伸一下OPPO品牌的概念 好第三个P登场 超强拍到手机去听音乐会 一定要自拍 同时拍一拍台上的歌手做纪念 那最后一个OPPO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再次强调音乐的原创精神 这里有许多的摇躲歌手 都带着原创的曲目来 那么OPPO手机原创极致美颜3.0 自拍功能超强大 不用修图也能够拍出高演时的美照 当然最重要就是我们这次呢 还有纯浪地球音乐大厂 以及日落DJ大厂 PK赛的精神也是非常一致 梦想创作新生命 纯浪跟日落 共同邀请您来做一发不可收拾的梦 让我们一起跟着OPPO Keep Dreaming 怎么感觉今天在主持首期发表呢 好 非常谢谢四位优秀的OPPOGIRLS OPPO 万岁 谢谢 谢谢我们四位女神级的Dancers 好 请大家一起来玩音乐听音乐 我们请沈总和河总一起上台合照做个纪念 谢谢 Divitru Vegas And the Light Mike 第一名的对不对 还有很多这个Tom Swann Kwon Kwon Jonathan Mannes 可不可以以后就叫Merry啊 Jason啊就好了 这些人的曲名都很怪 现在的这些名字啊 一定顾到我自己也都很难去 对对对 Florian Picasso MATTN 我不曉得这个名字 哇靠MATTN是贵面啊 我需要你面 我也贵面 好 谢谢 反正这些都是专业的喜欢电影的朋友 很熟悉的大DJ们 当然还有就是比赛 好 我们这个比赛刚才也讲到 很盛大 奖金也很丰富 老师有什么样的期望呢 林湘老师 呃 期望 希望我们台湾的年轻的创作者越来越多 是 是 有什么建议给他们 如果要参加这个比赛的话 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 呃 注意安全 对 谢谢 哈哈哈哈 来的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